他看到我一直常常把我叫成納豆 因為你想要常常出現的確會 然後到今年四周年 然後我每一次都有出席 代表說我還是有工作 沒有被換掉 節目的方法大家都在節省預算 所以我們還能夠在這個 現在這個狀況 然後能夠 產量這麼多的一個節目 然後而且這麼精采 不容易 就是要靠製作單位 以及所有的演藝人員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靠安心揚 你要講話來 你以為你真的最重要嗎 真的 是真的 我是 我是美貌擔當欸 是 周董的演唱會你有需要搶票嗎 搶票喔 那個 我覺得我們就抱持著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這真的太沒有辦法 因為我看到那個 好像八十幾萬人要搶 十五萬的票嘛 那個真的太難了啦 我們怎麼可能 沒有什麼特權 哪有什麼特權 我跟你說 你去問他 他都會 你們是全群體要跟他要 等一下你們是 他們是群體要跟他要 我們全部都 不是 我跟你講 所有他身邊的朋友 或者工作人員 都是被要了 就是這兩三個月都一直被要 但其實你都還是只能透過正常管道來賣 我的話他應該會說 那如果說有那個藝人朋友們 他可能會邀請 那我們在等他邀請 我們也只能等 那你說你真的要跟他要票 說有沒有票 可不可以買幾張 他說 公司有在賣 就可以跟公司講一下 然後他就去打網球 他說有些本事想不到說 要去下水道跟通風管聽 周杰倫 你真的是 你開個演唱會 怎麼會把人家逼到下水道去呢 變成 我在那邊 超多忍者櫃 對 我變成 搞成這樣 我變成要呼籲周杰倫 請你在下水道也擺放座位 不是 希望他之後再多辦幾場 因為他這次說四場 那接下來 我覺得應該是時間的關係 明年辦365場 好不好 我在那邊呼籲他 motivate 你 讓它 趁 我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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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